香港当局最近高调倒破伦敦晶片局 并逮捕了多名相貌较好的女子 指控她们假冒投资专家涉嫌色诱中国男子入局 最后投资者人才两空 而伦敦晶片局也透过中国QQ和微信群组 以金融老师的名义虎骗中国投资者 30多名被骗的投资者 18日上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礼宾府官邸 又到警察总部外示威 高喊还我血汗钱等口号 过去半年 全中国有共3万多人经由香港9间伦敦金公司投资被骗 每人受骗10万至超过千万人民币 总价值达到了82.5亿人民币 这些所谓的金融老师其实都是演员假扮 并借由分析股票来博取中国投资客的信任 等到建立信任后便开始推借香港伦敦金 指出一定会赚钱 让这些投资客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投入市场 而这些老师则可以从中抽拥 甚至能高达7到8成 甚至会从中协助喊单 有些老师叫冬晚客买生 福建客就买碟 必然有一方赢钱 明日就叫他们再买 说要把本金赚回来 借此从中抽取高额佣金 警方称 尖沙嘴金属昨天接获四男二十女包案 指出他们在中国透过网路平台 投资高风险商品 发现大部分资金亏损 损失高达4000万人民币 要求警方协助 香港财务事务及库务局指出 十分关切涉及以伦敦金交易为名的诈骗案 表示虽然政府没有为现货黄金买卖 制定法律或发牌监管 但会将怀疑诈骗的个案转交警方处理 新闻时事报记者黄仁杰 整理报道 新闻时事报